大家好,这本书不错啊,让我有很多回忆 这个路口,看见了吗?天宁寺啊 往右,看见了吗?往右这道线 往右就是奔那个国家经贸委 一栋大高楼,又瘦又高 在朱镕基时期,国家经贸委的权力比较大 好像什么王忠宇啊 还有一叫什么什么华,陈什么陈锦华的 好像在那掌权啊 然后往右有那个什么中央音乐学院啊 我二姐是那毕业的,也是我的客户 中央音乐学院啊 然后有北京市自来水大厦吧 啊,这个往前执行是往北啊 然后第一个红绿灯往右,八中啊 北京市著名的啊,什么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啊 都是中南海的帮孩子 八中的那个那个初中部啊 也是我的客户 那个食堂的粮油由我供应 然后那个路口的西南角 是广电部啊 广电总局的叫中国 广播电视国际合作公司啊 在那个那个那个西南角的那个楼的二层 还是三层啊,在那儿也是我客户啊 然后这儿,哎,这边有一个 呃,马路西 叫北京市审计局的干部学校 北京市审计局的干部学校是我的客户 然后由这条路 这是往南,这几个骑自行车的在往南啊 往南 然后有兵器部 兵器部啊 兵器工业部的第五研究院 兵器部五院 还有兵器部的这个 兵器部的勘察设计院 还有我记得叫三腰八厂啊 有的人给我纠正 说是二腰八厂 就是给这个坦克呀 潜水艇啊 造这个潜望境的啊 完了一个兵工厂 他这三个单位都在同一个院里 在马路西啊 马路东 有一个青海的萨拉族 开的清真饭馆 我在那吃过饭啊 再往南 这个是那个广安门中医医院啊 也要过我的货 过马路南线阁 我最早的母啊 我最早的母啊